今年初令吉汇率一直疲软 政府和国家银行随即拯救货币 包括增强与出口商的互动 让他们将收入兑换成令吉 并监控净出口收入的兑换等等 第二财政部长拿督斯里阿米尔寒扎表示 令吉已经走出了阴霾逐渐走强 而策劳了 一切就算拟集成立位置 然后要保持住戏的需要 所谓的数字是 如果我们看到你封住戏价格的 аются最強的权力壁在澄大利亚 如果我们看到ríyderman 它们到4.67元 阿密尔寒渣今天透露 昨天的令吉汇率大约是 4令吉60%对1美元 并且一直处于低于 4令吉70仙的水平 截至星期四令吉升值2% 而金融市场的日均交易量 也增加到176亿美元 相等于822亿令吉 使得令吉的表现在区域独占凹头 阿密尔寒渣有信心 透过各种努力 以及高效规范的财政管理 今年下半年的令吉表现 将会更进一步